有關於第十題A 有關於小腸龍毛吸收作用虛蟲核症券 水分既有簡單擴散 進入到龍毛腔進入到微血管 好 先說水有簡單擴散 水也有便利性擴散 水兩種都有 因為水的分子小 所以它可以透過子雙層的分子的間隙縫隙 進入到細胞裡面 但是為了增加效率 我們會開始為了水沖到蛋白 讓它做便利性擴散 所以它其實兩種都有 所以A原因 大家是答案因為水的移動包含減氾過散 也包含被內心過散 好 B選項 魯迷小球的體積比較大 都有魯迷管運輸 這是對的 因為魯迷管的縫隙比較大 微血管的縫隙太小了 魯迷小球沒辦法進入到微血管網 好 B是對的 C選項 水溶性養份是主動運輸的方式 進入龍毛細胞嗎 是的 這個主動運輸就是指 穿過第一什麼 刺激主動運輸 所以C是對的 好 初選項 小腸微血管內的水溶性養份 最後是肝門靜脈 受到肝腸 怎麼都出一樣的題目 好 所以租錯在 少了一個門差很多 好 醫學像水溶性養份和子溶性養份 在循環系統中的運輸 會完全獨立嗎 一定錯 因為子溶性養份的 那個魯迷小球 最後由左手骨下靜脈 進入到血液中 所以水溶性子溶性 最後都會進入到血液 所以並沒有完全獨立 所以這一單是ABC